升遷臺灣癌症登月政策促進文會召集人的立法人林俊憲 與主委等人將政策建言書交給衛福部代表 國民健康署署長吳釗軍 林俊憲表示 臺灣每年5萬多人死於癌症 因此除了持續推動癌症預防、檢測及早期診療外 更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臨床治療選擇 讓有需要的病友都能夠獲得最有效的治療 現在總統的健康臺灣的目標 包括第一就是提升早期癌症的篩選率 這是總統他指示了健康臺灣的第一項目標 第二個就是強化基因檢測 還有精準醫療 第三成立100億的癌症新藥基金等等重要政策 我們期許總統的目標 在2030年能夠將癌症死亡率減少三分之一 通過早期的發現治療延長患者的存活率 並且就醫病人治療後的後續照護 醫療照護還有個案管理等問題 我們能夠提供完善的癌症存活的照護計畫 減少癌症對我們國家社會所帶來的傷害 對此國民健康署署長吳釗軍表示 未來首先從預防著手提高國人健康適能 再來就是加強早期篩檢 明年篩檢經費將大幅增加到40億元 謝謝賴總統還有行政院的大力支持 那我們從過去 每年大概28億左右的一個篩檢經費 那麼明年編到預算裡面 獲得行政院額外的支持 40億的篩檢經費 就是希望能夠擴大過去的五孩篩檢 甚至於未來的 臺灣癌症登月政策促進文會主委 臺大醫院癌症中心分院院長楊智欣 則呼籲國內投資發展建立臨床研發生態系 以支持癌症治療費用 這本政策建言書提出 訂定癌症篩檢率成就指標 並逐年檢討 優先補強癌症治療缺口 改善晚期癌症存活率 接軌國際完整癌症治療選擇等呼籲 林俊憲希望透過政策落實 協助賴清德總統實現2030年 將癌症死亡率減少三分之一的目標 共同打造健康臺灣 記者張綺藤台北報導 小平安局辯校 全球非常棒的 小平安局 反應 本節目